那边是815,是从燕郊到北京最拥堵的一个公交车站 在那里排的是在燕郊住,在北京工作的一些人 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他们还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一个任务 就是顺利的起回家 今天呢,我也想跟他们一块尝试一下这种生活 哇,天哪,那么多人 可以看见密密麻麻的都是一些人 经常坐这个公交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今天人好少 他说以前都是别人从那里一直推过来的 那人不少是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现在的情况多了两倍,两到三倍 你脚上也是样子的状况吗 对 这里面有个牌子就是坐席和立席 相当于你可以选择去坐着回家或者站着回家 有些人可能为了快,他们就选择站着回家 我呢,为了舒选择站着回家 我呢,为了舒适来选择坐车 差不多过了16分钟之后我们终于就上车了 今天是人少的一天 你是可能要花半个小时 大概几点钟能到家呀 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左右 还不算远 对 这边还比较好 但是想一想 如果每天你得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这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回去 这叫幸运 如果不幸运 再加上堵车 高峰之类的 你可能要花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都有可能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会选择继续在燕郊住 还是想搬到北京 我应该会选择在燕郊吧 为什么 因为燕郊自己家房子比较大 燕郊的房子便宜呀 因为燕郊 因为我买房买得早嘛 那边房价要低很多 那我才8000 现在燕郊房价也涨到两三万 那个房子一平米有三万 买一百平米的话有三百万 三百万干什么不好 在我们国家你可以买一个带着大花园 然后有四层四五层高的一个别墅 但是在这里面一百平米 而且这不算是市人中心 无法想象 但是其实还是很多人会买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 我的梦想就是我要留在这个大城市 我要在大城市生根 要打造自己 我为了这个我不惜牺牲一切的代价 一方面让人很心痛 但是另一方面也让人心肺